那我今天來跟大家講一下 這種鈕磋鎖這種斷框 這種鈕磋基本上要上防卡記 要上防卡記 上了防卡記以後 然後再進去 這樣子鎖才會是正常的 只是在這種鎖的情況下 大家就會有時候看 像我這樣一直轉一直轉很扁大 然後就會懶 懶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呢 大家就會拿著這種東西 叫做電動 電動是不是打很快 所以我們就直接這樣打 直接這樣打 電動的直接打 一下就打完刺客 那標準上面呢 你還是要用扭力反手 然後去上扭力這樣子 扭力反手這樣上 這樣都有上到扭力 對沒有錯 你看電動打的基本上都有扭力 直接都上到扭力了 那是不是覺得說很快很方便 可是我跟你講都是錯誤的行 這次用好了 OK 你下次要拆的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 完全拆不掉 來我們拆 那當然有一些有可能拆得了 有些拆不掉 我們來試看看 這都還有機會喔 這一顆有難度喔 你看就會有這種 因為沒有上防卡機 一些冷汗的話 情況下呢 就會有出現這種 所俗稱的問題 來囉 好 你看拆不掉就這樣 你看斷掉了 你看這螺絲工具 斷在裡面 那這種斷在裡面呢 然後這工具就斷掉 這就是會遇到這種狀況 那斷掉怎麼辦呢 有時候像我們這樣拿 還可以掉出來 這表示掉出來 表示它工具呢 是純粹扭斷的 那 通常呢 大家都會跟我們講說 極貴的 極貴的SNAPE BUND工具 那我們就拿SNAPE BUND工具 再拆看看 看到會不會掉 剛剛是這顆 我們再來拆 再看看 說好 你看 等看你看 SNAPE BUND工具 就算再怎麼厲害 看我們還是一樣喔 都會 打不開 基本上這個 已經打不開 然後這頭都已經有扭了 那遇到這種狀況 我會跟大家講說 你有一半的機率 死定了 那怎麼辦呢 我有特殊辦法 告訴你怎麼用 來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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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不掉怎麼辦 拆不掉怎麼辦 直接變延會高 來點贏